人便利 无人却又别离 托红颜难去 不知此心何忌 红颜旧 任凭都穿心意 回不变自己拥有 狼烟烽火何时休 城网百口尽东流 拉去一层 泪难看 江山为了红颜旧 变变你 无人却又别离 托红颜难去 不知此心何忌 红颜旧 任凭都穿心意 回不变自己拥有 好久不见 你在哪上班 刚辞职 打算靠自己的手艺开个店 店名都想好了 叫什么 容嬷嬷 你是做馒头的吗 不是 那做什么 针灸 你这针灸能治病吗 能啊 你要不要试试啊 我最近好像有点抑郁症 总是开心不起来 你能帮我揪一揪吗 你躺下 我帮你试试 一个小时后 不好意思 你这抑郁症我无能为力 没办法让你开心起来啊 为什么 找不到你的笑点 刚才在路上看到一个老外 就上前和他聊了几句 聊出点什么来了 听他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 我嘲笑我老婆太胖 他一气之下绝食三天 结果体力不止晕倒了 那你赶紧给他弄些吃的呀 昏迷不行怎么能吃得下东西呢 那赶紧送医院啊 送到市中心医院 但医院表示无能为力 建议我把人转到省医院 市医院的医生不是很厉害吗 为什么建议你转啊 因为省医院的床位比较大 你说我怎么打扮才像个土豪 就你这气质 怎么打扮都看不出是土豪 那我就直接把土豪两个字贴在脸上算了 别傻了 就算你贴在脸上 别人也会从右边读起 微流你觉得什么人最脏 女人 为什么 因为我从来没见过女人洗澡 最近身体不太舒服 搞得我经常很郁闷 怎么了身体出什么问题了 老是肚子不舒服 大便情况如何啊 规律吗 很规律 每天早上八点准时大便 这样很好啊 问题是 我每天早上九点才记住啊 真正想送你东西的人 不会问你要不要 而是不由分说的 直接把东西塞到你手里 你的意思就是说 问你要不要的人 其实并不是真的想送你东西 是的 所以当有人问你要不要的时候 你最好拒绝 你要不要脸 郡主 你能帮我洗个衣服吗 给我叫好听一点 我就帮你 你想我叫你什么 呃 就叫我女王吧 女王吧 不对 两个字就好 王吧 身边的女性朋友 都叫我屌丝 就你这长相 确实很屌丝 怪不得他们 后来我忍不住 把我的收入情况告诉了他们 他们就改变了对我的称呼 哦 改成什么了 穷屌丝 老婆把钥匙落在家里了 导致全家人都进不去 所以我只好用脚踹 找个开锁的就行了 为什么非要用脚踹 我有找开锁的呀 但还是要用脚踹 为什么 不踹他 他下次还是不长记性 靖王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警察同志要我去买副眼镜 买眼镜关警察同志什么事啊 因为我当时踹老婆 所以被派出所的同志抓走了 他们把我教育了一顿以后 就要求我买副眼镜 他们为什么要你买眼镜 这样我就不会认做老婆了 你离婚了 是的 为什么 我错怪老婆把她打了一顿 你错怪她什么了 前几天偶然间发现她的日记本 上面记录着她和邻居偷情的故事 我当即就把她暴打了一顿 打完以后才意识到 这是去年的日记啊 就算是去年的事 你是也没错怪啊 那时的我就是她的邻居 我也和女朋友分手了 你们咋就分了呢 不是好好的吗 我们性格不合 她喜欢安静 而我 而你喜欢吵呢 不 而我喜欢她的闺蜜 我老婆车祸去世以后 我想给儿子找个后妈照顾她 但大家都说我太着急了 你怎么看 我也觉得有点太急了 那你说 我应该等到什么时候 才算不急 至少 你应该先把你老婆葬了 北流 你有过什么梦想吗 肯定有啊 那 你的梦想是什么 每个阶段都不一样 你想听什么时候的 就最近的 最近 我的梦想是插画师 不过现在 打算放弃了 插画师挺好的呀 为什么要放弃呢 因为 画师不同意 假如你和一男一女同睡一张床 左边是妖娆的美女 右边是欲望强烈的鸡老 你会把脸面向谁睡 当然是面向美女睡咯 卧槽 你居然敢让菊花 对着这饥渴的鸡老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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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鸡鸡 如果你感觉生活无聊 或者偶尔生活无聊 怎么办 不用担心 只要扫描隔壁二维码 或者微信搜索 减笔消化的拼音 关注我的微信平台 我每天都会找许多好玩的东西 逗你开心 来吧 为了生活等你哦 我愿意 为不变自己拥有 为不变自己拥有 我愿意 我愿意 我愿意